丁萨姆 所以要請你們開始挖挖看 看能不能找到它的根 好 妳來 我來示範一下怎麼挖土 一般其實也看自己的習慣性 但是這個土是黏土 黏土 櫻花最討厭黏土 櫻花最討厭黏土 因為它的根喜歡呼吸 把它擦開 就把它弄鬆就對了 弄鬆 然後去找它的根系 現在你看它 我現在挑出來的根 是爛掉的 因為沒有空氣 然後又有積水 自吸 所以它就自吸 那我們一般在動這種超過一百歲的老樹 一定要有一些儀式 什麼儀式 你要跟它報告說 對不起我今天要幫你動手術 對 然後因為我們的助理那天就沒有好好報告 所以爬上這棵樹的時候 晚上就變成稱霸 蛤 做噩夢嗎 不是做噩夢 頭痛欲裂 就假的 欸那個不好意思 我跟妳講 我現在是在中間弄東西 然後離開頭 對對對 我要怎麼稱呼它呢 真的非常的慘烈 那後來也跟這棵樹道歉 嗯 然後後來才恢復了 我累了 我跟老師聊個K好了 妳累了嗎 哈哈哈哈 妳好意思 哈哈哈哈 妳加油 對啦 老師我想問一下 像妳在舊樹的過程中 有遇到 老師我也想聊天欸 真的嗎 來動作 來動作 那但是挖也有方式喔 我們在挖樹的時候 第一個要先拔麥 拔麥 對 對 它的樹根怎麼跑的 我們要先拔麥 那邊跑啊 對 因為它島這邊應該是 對 沒錯 像這種根有沒有 對 我們看它的根的流向 就知道它這一根是在那邊跑的 我挖囉 好可憐喔 唉唷 哇好醜喔 沒進來 我覺得沒有那麼快 而且這邊都有石頭 對啊 我們在拔一下麥好不好 拔什麼 對啊 我覺得應該在這裡 我覺得應該在這裡 感覺 感覺 我覺得就在那附近了 對 我也 我就往下挖囉 我知道 有 有 有感覺 有 這個嗎 找到了 找到了 老師 還沒回來 這個嗎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所以你要幫它上藥 剪掉 因為你沒有把它截斷 所以我現在要把它截斷 對 它樹根 外面黑黑就是爛掉了 對 這個也是爛掉的 我們之後會幫它做外科 然後現在直接上藥 直接上藥 對 它是什麼成分 其實它就是一種荷爾蒙 讓它的傷口可以癒得起來 這樣塗就好 然後就把土壤護回去 然後就把土弄鬆 再把土弄鬆 沒錯 這個就交給你了 什麼 我弄鬆你挖進去 你們知道為什麼我那麼喜歡用櫻花嗎 為什麼 因為我以前在日本的時候 我們四月不是都會 滿三片也都開櫻花嗎 對 結果有一天呢 我們就一輛巴士就經過一個小學 然後櫻花就開得好用力 我就罵櫻花說 你真是大笨櫻 怎麼用力開花呢 為什麼 因為它就開得很漂亮 努力的把綻放進去 對 風飄雪 很漂亮 我就發現小朋友全部都站起來 然後就隨便亂抓 後來我回 回身看一下才發現 這是一個榮瑤學校 看不到聽不到的害者 那這一棵樹很用力在療癒它 喔 我有哭喔 哈哈哈哈 講這個故事要起親一個害 這是什麼劇情啊 我原來多次 所以我才覺得 對啊 樹木其實很有愛心的 任何一個人只要接觸它 它都會療癒你 所以我是因為這樣看到櫻花 在療癒這些人 所以我才覺得 我應該要當好醫生 救很多櫻花 讓櫻花造福大家 真的 因為看到櫻花真的是會很愛心 真的有療癒的感覺 對啊 只有三四月的時候 才可以看到它的存在 所以開起來就是這樣 對啊 漂亮欸 然後呢 待會兒我們來幫它種一個 杜鵑喔 因為杜鵑跟櫻花兩個是絕配 好朋友 杜鵑它會製造土壤 改善土壤的養分 所以我們基本上在種櫻花 不會去施肥 我們叫杜鵑照顧它 喔 他們兩個是共生的關係 天啊 了解了解 欸 這裡 這裡 來放下 放下 不是 喔好重喔 可以嗎 可以 然後我們現在要進去喔 好 吹往那邊 我發現啊 說 老師超有力的 他是一隻手拿一包 帥啊 他剛剛一隻手拿一包 整個阿里山的一包都會插管 他很像 他很像 這樣很辣這種 其實老師聽得到 嘿 欸 倒完了喔 好 倒完了 等你喔 最後一個 嘿 嘿 嘿 他很快喔 有有有 有有 喔 OK好 OK 來我們開始要種杜鵑 啊 這邊有 對還有這個 給你 先撥扣它 對 不管在櫻花的樹下 你跟它說 哇你好漂亮 它就好認真開花喔 哇你們種很快 一下子就已經種了五分之一了 真的嗎 五分之一 欸好一缺而已 只有這一顆吧 應該沒有別顆喔 對講真的你看喔 我們看了多少年的櫻花 就從來沒有回饋它什麼 現在總算是一點點回饋 啊我沒看過什麼櫻花耶 你沒看過嗎 有看透片耶 那沒關係 你現在 那等三月來看它對不對 對 就還有成就感了 對 不知道到時候這一圈 褲褲會長得什麼樣子 褲褲會長得什麼樣子 好的我們已經做完一圈了耶 耶 對 然後也天黑了 對啊 對 耶 太棒了 棒棒的 辛苦了 辛苦了 哇 是 哇 哇 天黑了 對啊 瞬間耶 欣賞一下 欣賞一下 欣賞一下自己的傑作嗎 是 好 好 ね 啊 不可以